芒草编织成花圈再配上红色黄色紫色的花朵 这是高雄小林社区族人遂时记忆使用的头花 不过制作花圈可是有学问的 像是业绩拜太祖的花圈 要使用七种颜色的花朵 不是平常可以随意佩戴 这个是黄色 九层格 还有这个 这个银鸭灰是一定要的 铁鸭灰跟银鸭灰 这芒草也是有医疗作用 对 这还可以黄纹 来宾也可以五色 但是太祖也会要七十块 所以就是这太祖会拜拜 不能乱动 另外部分族人依据到日光小林社区后 花环制作素材则产生改变 他们使用部落早期的经济作物圣绝 也是随手可得的植物来当作花圈 本来日光小林藤的部分比较不好取 但是那个圣绝也是我们的经济作物 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圣绝来做花圈 机关花还有银鸭灰 花圈是道武隆族祭典仪式中使用的重要物品 虽然花黄编织文化经济持续保存 但也看到受到环境而转化适应的新文化 仍旧的该经济们告诉山林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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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